我们拨开了证件员 这个傀儡 我们看到了后面的真正的实际的控制人 用司马兰的话说 我们看到了平安公司后面的影子股东 可以下结论的是 不仅仅是自己的公主 前总理的一家人除了前总理本人之外 自己的夫人 儿子女儿甚至自己的母亲 手里都有平安保险 一个多市值一个多亿美元的股份 而所有人这些他家族成员的名字 都没有体现在平安保险的股东名单中 所以他们是影子股东 而所有这些影子股东的后面站着的是 最大的影子股东 就是中国的前总理 那么他们家人的手里的这些个平安保险的股份是怎么来的呢 一部分 据说是平安保险老大马明哲赠予的 就送给你了 拿去玩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上一节说到的 就是以证件员 这个傀儡 名下的这个保华集团 和这个袁立航 投资这两家公司 当初 从招商局出让的这个平安股份 受让而来 这一点呢 2012年的纽约时报那篇著名的报道 张大伟 David Zhang 张大伟 那篇报道里面也有非常详尽的调查结论 他当年就说 这个平安保险的党委书记 董事长马明哲 在平安保险公司 分业经营改革 私有化和上市的过程中 昨天我们说了 中国的金融业从来都是分业经营 马明哲从九十年代开始就想混业经营 并且他是先斩后奏 中央明令是分业经营 马明哲就开始什么都长什么都搞了 但是他一边搞的 他也一边给中央打报告 希望中央能同意他这么搞 但是中央就没同意 在此之前 所以按理来说 马明哲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是违法经营 涉足了保险之外的金融业务 不仅业务 这个这个这个越了界了 同时 马明哲在把平安保险 由国有资产 私有化的这个过程中 那也是违法的 是不是啊 还有马明哲 想把平安保险拿到香港去上市 这几样东西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呢 都是法律所明令禁止的东西 但是马明哲要力推这个东西 他要干 那么他就开始游说 为这几方面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 自己的这个业务 为了自己的梦想 就开始游说 他游说谁呢 他当时主要游说的中央的 层级的相关的主管领导 一个就是时任的 央行行长戴向荣 主管领导啊 这是 那么戴向荣之上 马明哲游说的 就是时任国务院 主管农业和金融的 副总理 同时兼任的是 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那我上一节 上才我说错了 不是那个名头 是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温家宝 然后呢 他就游说成了 他就游说成了 那么游说成了之后呢 就有了下一步了 就有了这种输送 怎么个输送呢 那就是在平安保险 上市的前夜 马明哲游说的这两位领导的家人 都拿到了平安保险的股份 其中有一部分是买的 是一部分低价买进的 出让方呢 一个是招商局 还有一方呢 是中远集团 纽约时报说的 就是从原国有股东 招商局和中远集团等处 廉价购得股份 所以才有后来的平安保险 他这个比如说 这个戴相龙的女婿 叫车峰 这很多人都知道 车峰就出任过 平安保险的监事 而他监事会开会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位监事的同事 那就是天津 著名的女商人 张阿姨的这个白手套 段伟红 沈栋的前妻 就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温家在平安公司 这个股份 就是两部分 一是赠予他 老板赠予他 第二呢 就是低价购得的 你过买去 你平价都买不着 一价都买不着 人家是廉价购得 而恰恰是 你就不要更不要追问了 不要追问说 眼都知道说平安保险 明年就要在香港上市了 那谁不知道套线 是这玩多神呢 是不是啊 再持有一年 然后一上市 是不是啊 我事实一套线 赚个盆满钵满多好啊 但是谁都不理解 可能是 就是这个招商局和中远公司 怎么财大寄促到这种程度 就放着他妈的这个金歌的 明年就能拿到的这个金歌的 他就 不要了 当铜一样的就卖给了 啊 明不见金赚的这么两家小公司 什么宝华集团 什么 袁立航投资 这个中间是什么样的操作 你可以把脑洞 大大的放开去想下去 去想下去 这就是 所谓的影子股东 在平安保险的这个股份的这个由来 他这个股东 因为有股份 他才成为了股东 这股份是怎么来的 就这么来的 他就是这么成为的股东 然后呢 为了安全 把子虚乌有的证件员推出来 把这个天津女商人推上去 等等等等 白手套 或者是名义上的傀儡 以保证自家人的安全 这就是影子股东的设计 或者说这就是 最大的那个影子股东 或者影子股东的最大的后台的设计 但是 哪有免费的午餐呢 当然没有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你得帮人办事 马明哲自己不是说吗 平安员工不是公开信里说吗 这个送给女儿别墅了 给儿子又输送了利益之后 一个 办点什么事 屁点屁点 跑得比谁都快 天天跟平安的老大热心联系 把中央即将出台的政策 中央正中央重大的这个决策信息 以及人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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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格局 提前量都通报给马老板 是不是啊 不仅仅如此 不仅仅如此 七十多亿 港币 不能白拿 后面还有更多的钱 等着你 那么你得办点事 办什么事呢 那就是 你家族里的这些人 儿女 太太老娘 拿了这些钱之后 你得给我们办点事 办什么事呢 那么第一 事实上就充当了 平安保险的这个保护伞 甚至可以说 平安保险老大的保护伞 嗯 不再我们说了 啊 混一 这个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 第一家敢吃螃蟹 就是平安 违法那么干 为什么不惩处他 不惩办他 这第一 第二 为什么非但不惩处 惩办他 然后呢 还默认的纵容他的违规操作 不仅如此 在2003年的时候 啊 2002年的时候 还把平安和光大 以及中信放在一起 作为混业经营的试点公司 让他的非法成为合法 违规成为合规 并且 由一个应该说是违法的行为 变成了一个开拓型的行为 是不是啊 啊 这是第一方面的贡献 或者说对平安的支持 做他的保护伞 那么第二呢 就不但做他的保护伞 而且呢 不顾国内金融行业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反对 当时保监监会保监会什么 他们都反对这些做法 因为你确实 你明白着你是违规 不仅 这个反对你这个违规经营 然后把明日他们想到香港上市去 那中央不批他们一份去 而当时的这个证监会是绝对反对的 不允许的 这是 这是要掉脑袋 要丢官的 这是啊 要同意你们的话 但是你看人家 这个平安保险 依旧照样的到香港去上市 不仅去香港上市 而且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就把他包括他违规在内 他不仅仅是保险业去上市 他干脆就打一个包 做了个打了个包 把他所有的这些个业务 包括他此前违规经营的那些个业务 全部打包打在一起 到香港去整体上市 谁特批的他 谁特批的他 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 第三 还有都不够 还要支持 还要报答人家 还有什么 突破了外企 入资 中国金融公司的股份的这个规定 当时中国明文规定 国内保险公司 如果有外资 进入的话 那么外资的持股的比例 不得超过25% 就你只能做小股东 否则 你要是超过了25%的话 你这家公司 你就不能够享受内资企业的态度 这个待遇了 你就不属于内资了应该说 就你就是属于外资了 就把你当外资企业来看待了 那所有这些政策就执行了另外的一个规矩了 另外一个规矩了 那么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这个 这个政策上的这个这个待遇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内资的这个我们自家的这个金融公司能开展 在中国开展的业务 你外资公司 你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很多很多业务你根本开不了 根本做不了 你根本做不了 但是 平安保险上市以后 外资的股份 达到了50%以上 那后来包括汇丰啊什么 都是都进去了 一开始什么摩根啊什么都进去了 外资的股份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一倍以上了 50%以上了 纯外资了应该说 但是 靠着时任总理的特批 平安保险 仍然享受着内地中资企业的全部的代物 你这没有老大 欲比 亲批 谁人能做得到 你不要做到 谁人能想象得到 这是第三大方面的 对他们的志愿 还有 还有 其他方面的这种支持 我说的这是这个媒体的分析啊 这是当年的一个媒体的分析 列出了四大条 第四大方面就是帮助 平安保险 帮助 平安保险的老大 马明哲等人 实现了 公司部分的这个财富 就是那些灰色的财富 尤其是一些高管或者主要 这个这个负责人的这个 个人财富向境外的这种合法的转移 这就是顺利成章的事 你整体打包了 各项业 我咱拿到香港去上市 香港是不是 国际金融港 是不是 国际金融中心 他独立 他不受你这个国内的这个管束 你国家外汇管理局 是不是 你管不着 我在香港上市完以后 我这个钱 在香港生成的钱 我就可以直接存在香港 或者是从香港直接 我会到澳大利亚去 给新美哥会过来 是不是 你国家管不着了 我这些钱往哪去 存在哪 这个钱的去向 与你无关 与你无关 当然我们又可以大开脑洞 放开想象 就是马明哲 或者说是这个 平安的一些灰色收入 可以如此的 从香港直接就转走 转到瑞士去 比如说 更安全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想象 比如说 温公子 温太 温公主 包括他老母亲的钱 有没有可能为了安全 也一并 就都转走了呢 除了留点零花钱之外 那么他们转走了多少钱 转到哪儿去了呢 今年年初瑞士不是一度要挟吗 说中国要是人权或者什么干嘛 有问题 说我们能够公布你们在瑞士 你们中国在瑞士的这些存款 后来这个事不是不了了之了吗 我估计把上面吓尿了 那不停使出什么样的 那么这手段 把这个瑞士给压住了 这还了得 那么瑞士的银行里面 有没有温家的财产 不知道 所以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你就从这个外媒的这种分析上 看完之后他们这种分析之后 就可以得出个什么结论 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就是 前总理他们家 或者说前总理运用自己的权利 至高无上的行政管理权利 在中国 帮助了平安保险发家 帮助了以马明哲为首的 平安保险一干人马的致富 然后呢 他们致富 不忘这个挖进人吗 这个先父带后父吗 这带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 先父起来的平安保险的这一众人马 又回过头来帮助后父的温家子弟 和温太太和温老太太 温家老太太 送你股份 然后呢 或者是低价的 这出让股份 然后让你问我上市之后 你去套现去 或者你只有 或者你套现 这个结论是否就可以做得实 如果这个结论能做实的话 这是不是新中国历史上 起码在十年前吧 这新中国历史上 是不是最大的一笔权钱交易案 那么到底能不能做得实这些事 能不能得出这种中国最大的权钱交易 这样的一个结论 不知道 反正我们知道什么呢 我们知道就是这个2012年 那就是这个平安保险上市十年之后 一些家族发达了致富了之后的2012年 纽约时报张大伟那篇报道 发出了以后 两个结果 第一个呢 是这篇报道 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的新闻奖 好不到 做得很透深 还有一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在中国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那时候珊瑚海啸 那时候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温家 迫于舆论的压力 海外曾经流传 说中央一度设立了叫一号专案 把这件事设为一号专案 调查了前总理 或者说在一定范围内 一定分寸和尺度内 调查了中共的前总理 而据传 2013年的1月份 马上就要开两会了 正式卸任了 然后这个中国的前总理 在党内的民主生活会上声泪俱下 总结自己十年总理任期内的这个 这个工作的得失 然后呢 在其中说非常坦率的 斯马兰昨天不是说非常坦率吗 非常坦率 说做了如下的表达 说没有坚决劝阻自己孩子经商 是我政治上的重大错误 是不可原谅的过失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内疚 如果真有过这样的会儿 如果他真说了这样的话 您能接受他的道歉吗 谢谢大家